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作为颠覆笔电处理器能效的玩家,这两年是风生水起。 其在2022年夏天发表的M2,或许仅是开胃小菜,相比M1的能耗并没有变化。 同样四颗高效能核心和四颗高能效核心组成,但是M2的效能同比提升了18%。 而在GPU方面M2则提供了8核心和10核心两个版本。 相比M1的8核心,M2的8核心效能仅提升了10%,但10核心则提升高达35%,显然增加核心数,是未来提升效能的关键。 此外,M2还采用了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每秒可处理高达15.8兆次,相较M1提升了40%左右。 并且M2的记忆体速率高达每秒100GB,比M1提升了将近60%,而且相比M1最高紧支援16G的记忆体,M2支援高达24G的记忆体,可以带来更加优秀的多任务体验。 并且M2还原生支援12Res格式影片剪辑,极大提升了影音工作者的工作效率,而且可同时剪辑多达11条的4K影片流,以及两条的8K影片流。 由此可见,苹果后续推出的M2处理器将大打核心站,几乎成为必然,通过提高处理器核心数来拉高运算效能,并彰显ARM架构处处理器低功耗优势。 前不久,苹果CEO库克视察了苹果奥斯汀园区,并向大家展示了苹果奥斯汀工程团队正在努力开发的产品,苹果下一代Apple Silicon,这也让人不接好奇,苹果究竟又在研发什么怪兽级晶片了。 据10月中旬传出的业界消息,苹果M2处理器将大打核心站,可能推出搭载48核心的最高阶MR Extreme,以抢供高阶PC及工作站应用。 晶圆代工龙头台机电有望独吞300米晶圆代工大单。 而彭博社最近也透露,全新高阶Mac Pro将提供至少是MR Max 2倍或4倍的晶片版本,且会配备高达256G的记忆体容量。 另外,苹果正在研发配备了NR和MR Pro晶片的Mac Mini,配备了NR Pro和MR Max的14英寸和16英寸的新MacBook Pro, 还有配备了MR Ultra和全新MR Extreme的Mac Pro。 因此,市场传出苹果可能会在明年推出,将两颗MR Ultra整合的MR Extreme处理器,搭载48核CPU及152核GPU。 若MR Extreme消息属实,明年苹果PC处理器效能将可追上英特尔脚步,成为ARM架构处理器市场霸主。 得益于小晶片ChipLite设计区域成熟及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推进顺利。 业者指出,苹果MR Pro、MR Max、MR Extreme等系列处理器均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量产。 而与台积电3奈米工艺密切合作的Synopsys,作为美国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大型EDA公司,是主要的IC界面、IP供应厂商。 其专注于晶片设计和验证、晶片智慧财产和计算机安全。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基于与台积电共同合作,推动先进制程节点的持续创新。 Synopsys在11月上旬宣布,针对台积电N3E制程技术的多项关键成果。 Synopsys的数位与客制化设计流程,已获得台积电升级版300米制程,N3E节点的认证。 与旗下的基础和界面IP组合,已在台积电N3E制程中,实现了多次成功头片TAPEOUT,可协助客户加速研发。 台积电设计基础架构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Synopsys在台积电N3E制程技术上,所实现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和IP最新成果, 为双方共同客户带来强大的解决方案,协助其满足创新设计的严格功耗、效能和面积目标。 台积电三奈米工艺于第四季稍晚量产。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先前表示,升级版N3E技术开发进度较计划提前,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量产。 除了IP就绪性和认证流程外,Synopsys表示,与台积电正密切合作, 透过Synopsys Cloud的软体服务,两者在先进制程技术上的合作, 扩及到模拟设计迁移、AI驱动的设计以及云端的物理验证扩展、Physical Verification Scaling。 双方已让客户能将早期制程上的现有设计,无缝转移至台积电的N3E制程中。 Synopsys细经实现事业群形肖策略副总裁表示, 近期的成果代表着Synopsys与台积电, 持续成功合作的另一项重要里程碑将为设计人员带来可满足其关键设计要求的方法。 Synopsys表示,台积电的N3E制程扩展了其300米制程系列, 具备更好的功耗、效能和良率,可满足HPC高效能运算、 AI人工智慧和行动等工作负载密集型应用的需求。 此次,台积电N3E制程借助Synopsys的DSOAI技术和Fusion Compiler 共同达成的AI驱动设计实现。 Synopsys表示,目前已有多个通过验证的N3E测试实例, 且皆具备较好的PPA与快速的设计收敛。 实际上,除了Synopsys, 美国Cadence公司也与台积电合作, 近日也已在Cadence VirtualOSO设计平台上, 为采用台积电先进工艺技术的客制化类比IC模块, 开发了节点间设计迁移流程。 Cadence携手台积电研发团队, 确保VirtualOSO Schematic Editor和Layout Editor 将采用台积电N5和N4工艺技术的原设计, 自动迁移到采用台积电300米升级版N3E工艺节点技术的新设计。 这个新迁移流程的早期模拟设计IP试验表明, 与人工迁移相比, 普通模拟模块的设计时间缩短2.5倍以上。 集成到VirtualOSO设计平台中的 VirtualOSO Application Library Environment, 原理图移植解决方案, 可以自动将原原理图的单元、参数、引脚和连线 从一个工艺节点移植到另一项技术。 然后, 利用VirtualOSO ADE Products with的 仿真环境和电路优化技术 对目标原理图进行调整和优化, 验证新原理图是否符合所有必要的测量目标。 台积电与EDA合作伙伴, 通过了升级版N3E节点设计流程认证, 对于苹果M系列的研发成果加速实现, 无疑是以重大利好。 实际上, 最初一直有传言显示, 研发代号为Rose Chop的MR Pro处理器, 搭载10核心CPU及20核心GPU, 采用台积电3nm生产。 此外, 彭博社还曝光了一台, 苹果在内部测试的Mac Pro配置, 这台机型拥有24个CPU核心, 其中16个效能核心和8个能效核心, 76个GPU核心和192G的记忆体, 运行MacOS Ventura 13.3。 由此也能看出, 苹果确实有意在M2系列晶片上大打核心战。 在台积电先进工艺的强力支援之下, 苹果M系列晶片采得以顺利量产, 苹果改变了人们对于ARM晶片以往的固有印象, 在效能大幅提升之时, 也加速Mac系列电脑抛弃英特尔。 未来采用300米更为强大的M2乃至M3系列晶片, 在大量核心的加持之下产生怎样的效能规模, 或许实在是不可描述。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观看,